Hello 大家好 彭飞在这陪你玩音乐 我又回来了 因为去忙了一点小事情 而且手还受伤了 现在还流着血着 还肿着 好吧 我们言归正传 回来接着我来录我们的视频 一起玩音乐 好吗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有关七和弦的一些基础信息 好吗 当然先来聊一下 Open Chord这个位置的七和弦 因为七和弦经常编配到 我们的和弦配置里面去用 很漂亮的和弦 但是第一步我们要找到 所有的Cross Family里面 这几个和弦的七和弦 找到七和弦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下七和弦的概念 一开始我们说过和弦这个概念 和弦就是严格说是三个以上 三度叠加的声音一起发声 我们今天来说一下 如果是七和弦 就是再把这个主音 也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 Rude Note的七级音 加在里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C C和弦 C是主音一级 对不对 第一个音 OK 还要加上三度音 Do Re Mi 三度音 第三个音 对不对 还要加上它的第二个三度音 三度音的三度音 也就是根音的五度音 Do Re Mi Fa So 一二三四五 对不对 所以三度音 五度音 再加上根音的七度音 也就是Do Mi So Si 这就是一个七和弦 但严格说呢 它是大七 我们现在正好解释一下 什么是大小 如果主音 棒下属 它的七度那个音 正好只经过了一个半音 刚才我们只经过了 Mi和Fa 这一个半音 对不对 比如说 一二三四 Do Re Mi Fa 然后是五级 经过了一个Mi和Fa 然后六级七级 对不对 我摆不过来了 所以它只经过了 一个半音关系 就是Mi和Fa之间 这个呢 我们叫它大七 或者你拿半音数也可以 从C 从根音 数到它的七级 正好是十二个半音 我们数数 那就是大七 十二个的话 有E C 从C开始 C是第一 升C R 对不对 D 三 升D E 还有F 升F G 升G A 升A和B 我们数数是不是十二个 对不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好 这种十二个半音的话 是大七度 那还有小七度是什么呢 是十一个半音 那 举个例子 我们没有升降号的音符里面 就比如说D的和弦 现在换换脑子 换到D了 D音 D是第一个 Rude Note 对不对 D E F 经过了一个半音了 对不对 那G A B 它的七度音是C 那B到C又是一个半音 所以经过了两个半音 那它实际上要数半音的话 是不是就只剩十一个了 对呀 十一个半音的七度呢 是小七度 所以D到C 是小七度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C和弦 C又回来了 C的和弦 C是Do Mi So 再加上一个C 就是C7 可是它要说是C Major 7 因为它加了一个大七度的音 这是B 找到这个B 那怎么是C7呢 再加上C和弦 加上一个C小七度 也就是把这个C再降半音 降C就是小七度 对吧 就是C 我们就叫它C7 你也可以叫它数七 但是标准的就是叫它C7 好吗 这个是真正的7和弦 好吗 刚才是C Major 7 Do Mi So Si 是Maj7 因为C和Do之间只差了半音 对不对 它的关系是大七 好 Do Mi So 降C 是7 好 还有Do Mi So Si Do Mi So 降C 是小三和弦 小三和弦 加一个小七度 加小七和弦 OK 我们今天先不说这个小 小和弦 我们先把Basic大和弦的 7和弦找到 所以C的 大七和弦 是加一个B C的7和弦 是加一个降B OK 那D呢 D和弦的 D的音在这 中音的B在这 中音的D 高音的D 那高音的D 七度音 正好是它的C 它的下方邻居 C 对不对 那升C呢 是大七度 因为差一个小二度 跟D 对不对 升C是大七度 那C 是小七度 所以D的7 Major 7 大七和弦 是加一个升C 直接把这个D 降到半个格子 降到第二屏 那D 再降到C 降到C 就变成了D7 OK 这两个听觉 是不一样的 因为重要的是声音 对我们的感受 给我们的感受 这个不同的和弦 给我们的不同的感受 是最重要的 这是很舒服的 一个大和弦 很bright 很亮 很阳光 很亮 很放松 对不对 对 这是 这有一点点 朦朦胧胧的感觉 对不对 是Major 7的感觉 C7呢 故事没有完 对不对 还需要 有个结果 这是一个感觉特点 对不对 所以 我们通常有一个连接的规律 就是 大众觉得连接 比较舒服的规律 是你的C7 要接到四级的F 这样听就舒服了 对不对 比如C7 接它的四级和弦 是比较舒服的 一个解决方式 得到解决了 对吧 OK 这是D 然后还有E E和弦 E音在这 对不对 那它的Major 7 就是加一个 声D 你可以在这 加 这有个D 声D 所以E和弦 加一个声D音 是这样的声音 对不对 我的指头有点肿 按不下去 OK E的三分和弦 就是加上D 这个音 也就是 大和弦 加一个小七度 加上D 就这样半音 声D 降半音 D 我们可以加 提升D的效果 可以在这 加上高音的D 对吧 所以你最好 要找到这个Rude Note 我们上次也找过了 对不对 找到Rude Note E 低音的 还有另外一个E 这也是E 对不对 这是中音的 比它高了八度 我们找到Rude Note 以后 跟它相邻的 那个 第二度的音 就是七音 D 小二度 的是 大七度 D Yes 小七度 好 我们能理解 有点烧脑 一点点 想一想就明白了 OK 下面是F F 你可以这样 当然你可以 Regular F F音在这 要加一个小二度 就是Me 对不对 F下面的小二度 是Me 所以 松开一指 就变成了 F Major 7 如果再加上降Me 就是F7 你可以在这 当然你可以 当然 Closed Chord 也可以 以后我们再说Closed Chord 先练习这个Open Chord状态 所以F找到了 然后我们要找到G G Rude Note 跟音是这个G 对不对 还有E弦 也是G 当然中间还有一个G 你可以加E弦的基因 比较亮 我们要清楚 对不对 所以G 加上下方小二度 是升F 对不对 也是降G 也是第二个频 听到这个声音吗 蒙蒙隆隆 对不对 Yes And G7 这个 加上F 升F是Maj7 F是7 所以G Maj7 G7 OK A也一样 找到A note A和弦 A root note在这 中音在这 三弦的A 对不对 那它的 大齐录音 应该是降A 或者是升G 对不对 把这个音 降板音 讲成降A 就是在这 原来是这样 A Major 对不对 换一个指头 把A这个音 降半音 OK 再降半音 降成G 那就是 7 A7 好吗 B不常用 我们先不说 先把open chord 先练好就行了 B7 你可以降 OK 也可以在这 但是以后 我们再继续用的时候 再说 这样我们找到了 基本上 Core Family里面 所有每个音 每个和弦的 7th note 刚才说了 常用的有 7和弦 转向它的 四级 和弦 是比较舒服的解决 比如说 C的7和弦 C7 是C Do Mi So 再加上7 也就是 降C 降B音 就是C7 对不对 听得好像没有 有一只靴子 没有落地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下一和弦 接它的四级 也就是F 现在有答案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和弦 给你的感受 所以我们弹吉他 弹钢琴 最重要的是 这些声音 给你的感受 技巧 当然你也练得 更快 更很多复杂的技巧 当然会表达能力 会更强 但是基本的 重要的事情 是声音 给你的感受 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 找到7和弦 这个 重要的一个环节 好 我们下次 再继续来通过一些例子 练习一些 基本的和弦套子 好吗 好 今天先聊聊这 继续我们的练琴吧 拜拜 下次见